好久不見了,好意思說這句話嗎? 我們就沒這樣吧 我們現在在L.A. L.A. L.A. 今天我們在離開之前 就是打算錄一個我們一直有計劃 但是沒有機會錄的視頻 叫做 What's in my Travel Make up our Skincare Bags 還有登機包 登機包 對,所以我們這次是四天三夜的旅程 對,今天是第四天 所以不是那種大碗,你知道嗎? 也不是那種小碗 正值現在是Sunsgriven時間,昨天是Sunsgriven時間 而且不知道你們看到的所有是 前天是Sunsgriven 前天是Sunsgriven 我們真的就是chatty 好,那我們開始吧 而且我們今天會插播,吃播 因為我們真的很緊張 我們還沒吃早飯,所以我們就一人泡了一碗新拉麵 我們會邊吃邊聊好嗎?大家也吃起來 我的化妝包先開始 化妝包就看起來真的很大 其實比我想的,我戴的真的很全 就非常的全 就是可以畫一個非常完整的妝 其實有些變化 有點重 然後裡面有一個 因為它很大嘛 所以我放了一些工具類的東西 有一個髮袋 然後一個擦臉筋 因為就是Iblom的那個 就把它當做那個擦臉的東西 然後一包化妝棉 一管防曬,這個防曬是POLA的 哇,他們什麼都看不見了吧 是POLA應該是新版的吧 這個,搖搖的那一半 之前它的搖搖是比它矮 我會打在Information Bar Whatever Whatever 快點說Whatever Whatever Whatever 然後一個想要香水 叫Super Satter 很不喜歡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可以的可以的,非常不舒服 不是那個糊臭味香水 沒有,他們家Liredo有一個味道 一開始噴上去OK的 對,然後它最後的尾掉就變成糊臭 那叫什麼來著? 我覺得我們還是沒有看的 可能是你,是你皮膚和它 我有糊臭 你的汗是糊臭 你怎麼可以像Kiss我這種的 像是一糊喝變成糊臭 我就拿到什麼說什麼了 因為就不會按照這個化妝的順序了 Fundi Beauty的修容棒Ember 顏色非常好 非常喜歡 我們曾經吐槽過它 我們就中度打臉 就很打臉 然後我覺得 因為它的質地是硬的 然後好像我會 搓進去了 刮花 然後一個散粉 這個散粉是 帶它是因為它直接就這樣拉出來 就有一個刷子 不用刷子 就有刷子 然後就可以不用帶刷子嘛 因為大家之後可能會看到 我就是只帶了一個刷具 我就是爭取做到此次妝容 不需要用刷具完成的 因為我平時 大石花粉 說到刷子,刷子出現了 這是那個Wingos的 哇,我之前有推薦過耶 推薦過 然後用它來刷腮紅 因為腮紅是粉狀的 其他東西都是膏狀的 可以用海綿啊什麼 給它推開的就可以 一支眼影 眼影膏 哦,就是這個 哦,就是這個 這個眼影膏是Sheryl的 因為Sheryl去年 去年在 去年在那個 紐約Sheryl不是開店了嗎 然後我就大買 特買 就感覺可以衝向高級會員的那種感覺 在we ever了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他們 一會兒可以講到 是配在這個 限量版的這個 這個 聖誕包裡的 那支眼影膏 它裡面是亮片 就是很濕 但是持久度非常好 就一乾了之後 就貼在眼皮的那種 glitter 然後碎片的感覺 就有點稀薄之 隨便的感覺 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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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顏色 就是屬於套裝裡的鮮亮色 就是套裝裡的 另一支套裝裡的產品 是一支 睫毛膏 它因為配合 聖誕節的那種 glitter那種 亮閃閃的感覺 哦,這個也是 正在套裝裡的 你看過 為什麼 都不知道 為什麼妝色就沒看到了 這好棒啊 這個是一支睫毛膏 它就是裡面也在 glitter裡面的 而且我前兩天刷 它的鮮長效果 是很棒的 那你那個YSL的也是 我也一模一樣 我都想過 這不是 那我經常幹這種 買兩個的事 然後我之前買過一個 在Sephora 八折的時候 上上個八折 因為它已經打了三個八折了 第一個八折的時候 買了一個 YSL的一個 黑色帶銀色亮片的這個睫毛膏 但它就是 比較適合當top coat 因為它完全沒有深長 經常睫毛的效果 這個就可以當一個睫毛膏 Oh my god 我真的 下周段距離我就去買這個包 然後 這個是這個 都給我中藏 你說說 之後是繼續眼影吧 這樣 一根眼影筆 眼神筆 Pro Rando Schooler 和Luncom合作的一款 就是眼線筆了 它有四個顏色 但我買的是一個 灰色 應該是什麼 Grey Grey Brown之類類似的顏色 我可能會打在下面吧 然後這個會做 它的包裝設計 其實這樣看很sleek 很shake 但是 它就是手殘檔的就是噩夢 因為它拔出來 這邊全部都是Prada Literally Prada 都在外面 我感覺他們會什麼都看不見 好吧 這邊全是Prada 但是我是用它來做眼窩一個 就是它的顏色有點發 灰棕 偏 灰色的棕 不知名 反正它有點像一個 就是Omega那種感覺 就是因為它 就這種顏色做眼窩的暈染啊 做這個修容contour 就很適合 正好它的point是尖尖的嘛 然後這樣可以正好畫鼻窝啊 畫眼窩 然後暈開非常的方便 顏色也非常的正 就是蓋的時候 每次都是一次心跳 然後另一支 待會你也看到會 它會講 它會講是一支 我們很喜歡 白太陽的眼影筆 就很方便 因為這樣戴出來 你看這樣塗在眼皮上 暈暈暈搓一搓 就可以出門了的 然後色號是5號 Misty Rock 然後有點偏紫的那種顏色 這個紫色 然後它非常的好暈 它暈開之後 Oh My God 我沒什麼錯嗎 暈開之後是那種紫灰紫色 然後非常的催淺 這是他們 我覺得眼影膏裡最好的一點 而且質地非常的好 帶出門是非常方便的 好了 它開始表演直播 那你要配合我 接下來 接下來是我的四件 眉毛四件套 就是必不可少的四件套 第一個是一個眉刷 就只是Chanel的這樣的眉刷 因為它有蓋子 這怎麼這麼棒的 因為它有蓋子 然後就帶出門很棒 這其實就是個眉刷 它就是個工具 Oh My God 這很Amazing 這邊是刷眉毛 可以刷眉粉 什麼的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眉書 然後印製是我的 真的非常Holygram的眉筆 植村秀的應該是 Steel Stone 應該是這個色號 我會打在下面的 Info Box 的一支眉筆 Steel Gray吧 Steel Gray 哇你好棒 所以我給你買的嗎 喔不是 但你那個顏色是Steel Gray 那個是Gray 這個是Whatever Whatever 然後另一支是 染眉膏 算是染眉膏 或者是眉毛定型吧 By Terry的 顏色是02號 Medium Ash 就有點發灰 灰棕色的 我覺得顏色非常的適合 我刷出來很自然 就起到一個定型作用 第二個就是我永遠 只要換眉毛 就一定會用的東西 眉毛羽衣 然後這個 我沒有用過大創的眉毛羽衣 但是這個 是我用過的第三瓶 這個牌子的 應該是BC Whatever了 我把這 我把圖片 打在他的臉上 或者打在Info Box裡面 眼影 剛剛說了什麼 說了眼影嗎 那還拉了一個眼影 就是這個純亮片色的 我今年 夏天很硬出亮片 但是我的亮片不會 就是單獨的疊加 我就會直接把亮片 整個當成一個底色眼影 大面積塗在眼皮上 而且只用這個顏色 就引造出一種純亮片的效果 然後 而且亮其實 其實沒有想像的那麼誇張 因為大家可以看 也沒什麼妝 可能就看不出什麼的 然後這個是Urban Decay的一個 嗯 眼影叫Space Cowboy 就是一個這個顏色 非常有名 它的亮片非常的好看 就是有一種濕濕的感覺 嗯 很細膩 之後 遮瑕 哦 一支眼線筆 眼線筆是這個 Chanel的 我非常喜歡它的顏色 它是Matte 也就是說它是這種顏色 並沒有是純棕色 也沒有是那種很黑的 你要不要被騎人家 裡面有虎了 啊 那你幫我揉一揉嗎 這個眼線筆非常的好 我主要覺得它畫在眼尾 可以暈開 也可以當一個眼線來畫 而且這種灰棕色非常的自然 沒有像純灰色那樣 純棕色那樣的那種感覺 然後一個Bye Bye Ender Eye的 Bye Bye Ender Eye Yeah A Cosmetics的遮瑕膏 我非常喜歡這個遮瑕膏 而且我已經用回購了 我感覺這個快要用完了 正好上週末 Savara最後一次打折的時候 然後用純淚一根 Almost almost done 一支眼線筆 白色的眼線筆 就是兩支大兩支眼線筆 眼線筆 這個白色的眼線筆 就純白色的眼線筆 大家可能會好奇 到底是怎麼畫的呢 可是我今天真的沒畫 但是前兩天我有畫耶 嗯我看到 就是純色純白色的眼線筆 然後第二的 之後 有一支 喔說 說像唇膏吧我帶了 我帶了四個 但是我每天只用了一個 一個是Sheryl的 這顏色很好看 就是我 我是四天只用了一個 這個是Sheryl的 色號是TH04 我覺得非常好看 那種 嗯 酒紅 紅酒色 我經常說酒紅色 但其實酒紅色和紅酒色是不一樣的 我 我現在很多東西是紅酒色 然後這個是Dior的 Dior的 叫什麼在這 我已經累了 我看他吃我好生氣啊 我覺得 我都好多 我都累了 這個是什麼顏色 City Lights 我曾經有推薦過 我沒有推薦過 我給他推薦過 非常的好看 在我的嘴上 它是 一個非常低調的顏色 就是它可以 在我的嘴上很高調 像厚嗎 我覺得 我不想落了 我想吃飯 我好餓呀 還有亮閃在裡面 但是它的底色又是一個非常非常溫柔 非常非常淡的一個 有點 偏 怎麼行啊 大家去搜圖片嗎 或者我們 我們放了圖片 然後另一支是我之前 終於在視頻中又出現過的 Saint Bordeaux 是我今天塗的這個顏色 這個真的是 紅酒色 就是一個它的 Bordeaux也是就是做葡萄酒的那種 顏色嘛 然後另一個是 一個是French Girl French Girl的一個 lip balm 它也有買 但我們買的顏色不一樣 我買的是 Ember Noir 就是一個有點 很黑的這種 這種顏色 深一點的顏色 然後 almost that almost that 一個粉底 粉底帶的是Saurat的一個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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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Surreal的Foundation吧 全稱是 Yeah Surreal Skin Foundation Wound OK 色號是1號 大家色號可以實際去試一下吧 我覺得這個色號 稍微有一點 它是沒有任何底色的 就沒有偏肥也沒有偏黃 這個非常非常亮白的一個顏色 沒有任何偏色 然後 這個 這個 那我再加點吧 然後這個粉底我非常喜歡 效果非常好 而且帶出來就很方便 它是這樣的 正好有個刷子 雖然我還會帶海綿鋪開 但是它起碼這樣很方便 馬上一支睫毛夾 Suku的 然後一個 IPSA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無水精華棒 就我把它當妝剪用 這樣的話就比較方便 因為有的時候怕那個皮膚有點乾 上妝不服貼 這個很好 很喜歡 然後一個眼部的 primer 那也沒怎麼用 帶了是帶了 所以說我帶的很全 但很多東西沒有用過 就MAC的 非常這個 眼部打底我也很推薦了 然後一個 我剛才說MIC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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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個NARS的 Luster 4號Luster的一個腮紅 這個顏色在今天夏天就是狂用 它也有買 非常的好看 然後一個 永和三美人的這個 這個粉撲是上妝用的 我已經用了一個 然後已經開 帶了兩個 一個已經用掉了 這個粉撲啊 浸濕的時候反倒會有點死 沒有那麼有彈性 然後乾的時候彈性比較好 我說完了 親愛的 我來了 我來了 我來了朋友們 我很少的 我啊 就是 就帶了這一個包 4天的妝都差不多吧 就是 就是很簡單的啊 我最近也沒有什麼 就是化妝 就是 就是走一個簡單的路線 你就說呢 我去加湯了對不對 好 那我先來啊 就一個 So off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化妝棉 我們把這麼fancy的 咱是酒店裡租租 當店 那個餐點 然後一個這個 這個是什麼牌子 Rosy Rosa Rosy Rosa Rosy Rosa的一個 哎呦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Sorry啊 那個海綿 它就是 它會漲起來 就是放水 水放了以後會漲起來 它沒有那個 Beauty Blender那麼 彈Q 所以然後你上妝的時候 因為它有這個型嘛 會有一種小房子圖案 在你的臉上蓋一張 但是還OK啦 就是 包括女型 是很好的 女型是不錯的嘛 然後呢 那我就隨便拿起來 就說了 然後 一個橡皮圈 皮筋 一個頭神 然後一個那個 Chanel的那個 它也是算是比較新的 一個Lumier Velvet的一個 搖搖勒的黑管的粉底 我覺得很持久 非常持久的 如果你是在那個 呃 就是比較熱一點 沒有太冷的地方 太沒有太乾的地方 我是還挺推薦的 然後它也沒有那種 特別特別全霧面 還是有一點點 就是 就是 奶油的感覺吧 就是 也不是說有特別亮 但也沒有特別Matte 你們懂的 繼續化妝品 一個那個我們推薦過很多的 就是它甩出去的那個 Matte的 Prep & Prime的那個唇膏 唇膏 我覺得我們的觀眾 還會記得我甩出去 或什麼 不記得了 那你們就沒有好好看 開心 你們看一下嘛 那我現在告訴你們嘛 然後 一個那個日本 Excel的這個 眉筆應該就 大家都很有名 可能我已經 用了很多支了吧 不錯的哦 又有粉啊什麼的 又有筆啊什麼的 然後一個 這個是 是Lune & Aster的 是那個 Space & Kate 自己的 Private Label好像是 是Space & Kat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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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 Mercury Blue Mercury 然後 Lengthening Mascara 然後但是它這個就是它的頭啊 不是我們最完美的那種超細頭 稍微有點旁 但是也算挺細了 但是呢 我覺得還挺好用 雖然我就沒怎麼用 實在早上就是 就是覺得很累 不想花睫毛 不想假 超累的 然後 對就是黑色的 然後它是防水的 就是不要狂傷一點點 絲絲 細膩的傷 好嗎 從來著我們沒有中到一期 最終的 最終的我們沒有中到一期 大家 大家有知道我們在幹嘛嗎 就很好笑 快說一下 我吃一口 就明天大神探究 應該是最新一期了 在我們錄的時候最新一期 然後他們又回來了咧 NO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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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we try Why not try Why we try Why we try嗎 不知道他們出來不出來 紫色粉色的Tiffany 它好棒 它跟我們一起更新 是像我們有一期唱了那個 唱了那個 沒有唱了那個 可以嗎 然後我在你肩膀鼓起 然後他們也在更新 這次喝酒唱的是 最後是這個粉底的那個 在你的Tiffany 紫色的糖粉 它都一直在跟我們更新 怎麼這麼棒 你可以繼續說 Sorry 這是Clio的一個遮瑕 應該也是挺有名 叫Kill Cover這個 然後呢這個我真的 literally已經四年了吧 三年了吧 但是真的很美景 快說 是不是很美景 我今天沒有用粉底 因為我就用了它的遮瑕 就點了幾下遮 就已經就比粉底還遮了 但是它又沒有那種很厚很KT的感覺 很棒 它是那種黏黏的可以扒在你的臉上 對 扒在你的皮膚上 很強 我覺得這個我 我這次是要扔掉了 因為真的有點久了 但是我可能會到時候以後 對吧 皮膚不好轉我還得買它 然後我只帶了一個唇膏 哦對 還有不是有點有色的潤唇膏 我只帶了一個就是正常唇膏 你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沒了 就是那個 有什麼意思嗎 就是那個好像有一個意思嗎 Pamacross白管的Flash 3 Flash 3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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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lash 3 對的啊 然後 然後就是 Flash 3 哈哈 Flash Flash 3 大家都是 就黑管大家都很受歡迎 大家都很受歡迎 Flash 3 Flash 3 大家是黑管的那個 我怎麼不 這不是蠻好的嗎 這個白管的就是比較 嫩唇膏質地 這個顏色很好看 我很推薦 我有被它種操 真的很不錯的 大家就是真的好好 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白管的Flash 3 還是沒說 很像Flash 3 Flash 3 然後我這個是一個蜜粉餅 是那個Elegance的01號色 然後就是 對 然後一個 哎唷今天沒那個 這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可以散一下 但是不要噴到面 就是這個 all nighter的這個超小罐 試一下 然後這個 這個 我見見景圖的 就是這個 但你們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就是弄一點 有點 偏冷掉的紫色 但沒有那麼冷 沒有那麼黑灰色 但是就是還是很好看 真的非常好看 然後你就霍把霍把 就出來了 霍把 就美麗就出來了 你又可以 你就大霍把 你就你就 你就像那種Date night 也不是Date night 像Seduce night 你就小霍把 你就像可以Date to night的妝容 就輕一點就可以 淡一點 紅樸就可以 我本來說就像Seduce的那樣 你可以大妝 也是可以的 你小妝你就 對 Date to night 說得很好 我想說的是Date night 還有一個是這個 Chanel的一個 是一個限量 不是限量 不是限量嗎 Contour 一個 它號稱是眼線筆 但其實是 其實是可以做眼影筆的 然後是 它種草給我的 非常好 我也有買 但我帶了那支 Premise Fuller的那個 感情件 就是12號色 然後顏色叫做 Contour Claire 然後 對就是就可以做 你也可以打底 如果你想要就是穿一個很大的眼妝 然後也可以就是 就是 像我就是 隨便買貨吧 然後就有一個輪廓 感覺 我全程都在看你 我應該看鏡頭 我剛剛也全程在看面 我看你 我在看你 你覺得我怎樣 然後 這個是一個日本的那個牌子 可是我不會念叫 Essany嗎 Essany嗎 我不知道 就這個牌子 真的很難念 我真的覺得literally沒有辦法念出來 我來 我來念 在哪 Yeah Yeah Super Sunshel 這個我很喜歡 它這個塗上臉上 它這50 防曬杯是50加PA 四個加 塗上臉啊 就是有 它看起來是有顏色 但上臉就沒有了 然後有一股米香味 好棒啊 米香啊朋友們 哪個米香 大米的米香 然後一個太字去屋 非常需要 去了還是沒去掉 去了還是沒去掉 然後一個 一個Urban Decay的打底 也有黏過打底 我那天都跟你聊了 你都不去 我跟妳講 你在鏡頭想不去啊 什麼意思吧 好好好 然後這個Elimus的一個 一個 叫做什麼啊 這個是 Toner 我的護膚和那個都在一起了 我就已經講完了我的化妝品 我其實還沒有講完 還有這個沒講 對不起了 那是辦法了 Sirat 我的腮紅修容和高光 就是帶了一個Sirat這個盤 但是這個 這個顏色我真的忘記了 我到時候查一查再發 我知道 North Noir 什麼 Rose Noir 夜晚玫瑰 哦 那夜晚玫瑰 你看不看見 我記得 一個高光一個修容 就是最有名的一個修容 然後那個高光也挺有名的 還有一個 一個比較 中粉色的Sirat 又一個橡皮身 一個就是 弄頭髮的這個 你知道 就是洗臉的時候 這個 哦 你沒有帶發帶 我沒帶發帶 然後 就剛剛講了一半 這個Clinic的 這個Balm 這個卸妝膏 我第一次用 哎呀真好用 而且味道也是 沒什麼味道 特別好用 這個我很推薦 但可能你們都已經用過了 那我更推薦Farmercy那個 你都會用它 Farmercy 這個高體的質地 是偏硬的那種高體 就是沒有那麼好搓 Farmercy是倒臉的 然後就直接那種油 哇 然後這個 我好敷衍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抱歉 然後還有一個是一個Dior的這個 這個眼唇卸妝的小樣 我覺得用的用起來不錯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評價 接下來 接下來 開始 從護膚包開始 護膚包 我一般帶的都是中藥 因為我不太喜歡 但想要然後撕開 就一次就用不完 然後要擺在那裡 然後 我沒有diss你啊 我只是說個人感受嘛 首先一個toner 雖然這個是Lilabi的 但是我已經把用完 什麼叫做雖然這個是Lilabi 我說了 雖然這個是Lilabi 但是裡面我放的是 Hara Haba的G Lotion 因為那個我已經用完了 它正好這個噴頭很好用 然後一個 Wave Spray 因為頭髮剪到 頭髮又細很軟 就需要噴一下 讓它有很多那種 Wave 有texture的感覺 而且我帶了兩罐都 帶多了 這罐是晚的 這你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就準備一下吧 萬一沒有你就找誰 Puster 對吧 然後一個眼唇卸妝液 Clean it 你like嗎 我不是很like嗎 Soso Soso 然後一個toner 根本沒有用 一個沒有用到 不是沒有用 它works 但是我沒有用到它這次 一個就是蘑菇水 我剛想說的就是它works 它works 之後精華 是一個中藥 然後Believe的這個 Hydrating Essence 沒有什麼可說的 很喜歡 不錯的 一個美白精華 因為一直有中藥 我想說就都帶出來了 一個 這個Wave Lucent 非常好 它的香很好 而且它是液體的那種感覺 而且一點都不乾 嗯 就像一個serum一樣 根本都不像就是 純美白的那種感覺 欸你說我現在像不像你們在 吃飯的時候看視頻的感覺 像嗎 就現場來看live 一個sunday ready的water cream 我也很喜歡 它怎麼這麼髒啊 我的油是不是灑了 Oh no 灑了 I don't know 然後一個sunday ready的water cream 很喜歡啦 一個cleansing balm 因為有中藥 然後卸妝 也很像會做媽咪那褲山車的感覺 不錯 但是有很多比它更好用的 特別好用很多的 但它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這個高體是更硬的一點 這是我用過高體最硬的 就是它和 要戳很久 就是很難戳 很難戳 戳開 就是很硬的那種高體 而且它乳化效果一般 就是你洗下的時候 一種微微的膜感 可能有些人會不喜歡 然後 但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味道感覺都還不錯 嗯 它的那種硬度有點像 到飯裡 因為到飯裡 是我用過最硬的那種高體的西裝 有一個木瓜 不是木瓜 whatever 木瓜 然後一個眼部的精華 我為什麼要拿著它 然後眼部的精華 嗯 不是精華了 就是一個 eye opening的一個cool gel 因為有滾珠 帶出來很方便 然後一個護髮素 其實我沒有用它 我用的是冰暖 因為我沒有其他護髮素 這個是Sumura的 Color Protect的那個方式 我沒有染過頭髮 所以我感覺沒需要 沒有必要用它 我只是以防萬一 萬一冰暖的不太好用 真的好用 還OK的 嗯 其實我的頭髮都剪了 每次剪完之後 就不太有護髮素 都可以 然後一個 這應該算是小樣的 這個是我的杯子 這個是送的那個中央 然後你的是可以買到的小樣 這個是送的 好可愛 牙膏 我竟然帶了一個洗Beauty Blender 我懷疑就是它髮 我不是它 那油是從哪裡來的 還有一個 這個Evlon的西裝膏 好了 我說好了 還有一個Lush的這個 shampoo Bar 他一直問 shampoo Bar 他一直問我是什麼東西 就是它做什麼 那裡面是個蒼蠅是什麼 那是一片菊花 他說這是蒼蠅 那是一片菊花 它已經用到快沒了 因為我覺得它很方便 固體的嘛 有一種糖果 就是它裡面會做一個蒼蠅 在裡面的 我知道 我以為是同樣的概念 那是菊花 它已經很醜了 剛開始是很好看的 很美 那是OK的 不是很美 我想去 我現在要去給我們拿一下魚場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的登機包 登機包裡面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的 廢話 那是兩個眼眸 我想說 就是你知道Eye opening 然後下飛機 哇神經氣爽 但它沒有Eye opening 一直在寫作音 我看到它我就很生氣 我就覺得它在侮辱我 我沒有 它就刻意給我添堵 我沒有 旁邊寫作音 可是我真的來不及了嗎 所以我都沒做這個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現在又認真起來 這什麼意思吧 這個是那個 whole food 一個乾洗手 是Mojito mint 口味的 它非常不喜歡 但是除了它以外 其他人都很喜歡 它裡面有泡泡糖的味道 No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潤色的潤唇膏 是那個Canai這個牌子 Organic的 名字叫Intrigue 它也有 其實是它 它召集大家買的 這個是我的一個 在飛機上就是潤唇膏了 是那個 Edu 日本 Educes 愛杜莎 Oh My God 不要待會 Oh My God 愛杜莎的一個 限量的小熊維尼 Honey口味的一個 一個 而且它有帶防曬系數的一個唇膏 可好玩 Lib Essence 然後一個 這個 Omruvisa的 黃厚水的小的 噴霧 然後呢 一個 Cardelli的一個 護手霜 這個護手霜啊 就是不是它原本的味道 是另外一個味道 我還挺喜歡的 很feminine 很不像味道 但是我還是喜歡 我覺得美麗的女生 應該是這個味道 所以我想用一個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是一個那個 E.O.那個牌子的 Refresh的一個什麼 噴霧 但是 哎 出來了 又沒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它這個噴頭 然後 突然 我們現在錄一個家庭情節 那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那個 就是 cleansing wipes 是Sephora的 我們就很 它味道很好聞的 它味道很好聞的 它非常有皮的 很喜歡的 這個就是你可以擦擦的眼睛 感覺出油了 或者護膚之前 這是我的一個香水 對 然後是一個Maison-Louis-Marie的No.2 Le L'Enfant 就是 對 沒了 這個是我的登記包 超舒服 這個面料 我都要穿 很甜 就是剛剛我有介紹過的 Sheryl的一個化妝包 然後裡面的東西 我插一句話 你們大家吃香腸 是會從這裡割下來 還是會 還是像我一樣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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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樣 我要這個 給你 就 幫我開了一個 然後 我的登記包有點鼓 一支潤唇膏 之前說過 然後一個香水 perfume oil 很有意思 這是昨天在 在樓下酒店 很少的買手電 然後我們狂買 還是 還是 是這個 Muja Fertie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後 一支潔面 因為我們想說可能上飛機前洗個臉的話 就是沒有放到那個洗漱包裡 All More Visa的潔面膏 我很喜歡這個 我有 我買過兩支 就正妝的 然後是因為我先有了這個之後 然後我就去買了 這個 whatever 我在說什麼 cleansing foam 然後它是薄殼色的 薄殼那種綠的一個膏體 但是非常的細膩柔滑 然後清爽 但同時不油膩 然後又覺得又不會乾 它不是那種清潔力 特別特別香 洗完之後會 就是 不說了 然後一個耳塞 然後來的時候並沒有用到 因為它坐在我旁邊 然後我想說我戴上耳塞會顯得太命 但是結果我在寫作 它在寫作 因為想把你塞 都塞上 一個 一個就是 wax的耳塞 我可能回去了睡覺 因為正好夜行的飛機就用起來 然後一個牙刷頭 打算 晚上上飛機之前刷一下 它很聰明耶 我想說那我這樣的話 我就要把牙刷 電動牙刷整個 拿在 哦你說我很聰明 謝謝 可能是你吧 一個 吸油面紙 2 cool for school 另一個小清窗膏 給我放在這裡 兩個那個 清潔精 其實我有一次在 都分享的時候 我這次我是 每次出行我都會帶 你一邊拿一邊 手裡有個香腸 這也是 每一次都出門都會帶幾個 在飛機上擦臉很好 還有一個就是byte 它推薦給我的 我們上次一起去 他這個很好 唇膜非常好用 很厚 可以薄土 薄土又不會那種很亮 油亮的感覺 薄土的話 上唇膏也非常好 不會特別改變 那個唇膏本身的質地 然後我一般都是 晚上塗很厚很厚 然後做一個 mask的感覺 唇膜的感覺 這個乾拿出來 然後這個 雖然它是 OMORVISA的一個 小罐罐是 deep cleansing mask 但我裡面放的是 Eblom的一個 moisturizing mask 就是它有一個 保濕的動膜的感覺 我把它放在這裡面 然後上飛機的時候 如果不想塗 護膚品就直接 把一層動膜 敷在臉上 然後這樣臉不會特別乾 一支 護手霜 之前我有說過吧 maybe 然後兩個漱口水 好精緻啊 什麼都沒有用 但全戴了 上飛機就睡不去了 然後兩個漱口水 我剛吹到口哨 一支 那個 眼液 哇我這次一定要用 我要 我這次回去 我要把所有的用一下 然後一個 黃油霜 這樣就可以當 大瓶小瓶 等一下電給他問我 一個消毒濕精 Sanitizing Sanitizing Sanitizer sheet 好了結束了 全部都結束了 那我們就 我們得要退房了 拜拜了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太久沒了 我就有點不知道 要說什麼了 而且我剛剛一直看這個屏幕 會完蛋 我現在會看就 看屏幕是對的啊 因為鏡頭就在前面 但是我剛剛是看屏幕裡的我 對的呀可以的呀 可以的嗎 因為你有沒有看到這屏幕 我們就在這裡 好吧 好吧